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8月19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首先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消息 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准备前往中亚 在9月中旬举行的地区峰会上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其他领导人会面 正在筹备于今年9月15日和16日 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 年度峰会的工作人员透露 习近平的办公室本周表示 习近平可能会亲自出席 习近平还将在峰会期间 与巴基斯坦、印度和土耳其的领导人 举行双边会谈 重要的是知情人士透露 习近平亲自前往乌兹别克出席会议的计划 是在未能阻止佩洛西访台之后才决定的 俄罗斯国家媒体曾经在6月表示 普京也计划出席在乌兹别克的峰会 但是当时没有提到与习近平会晤的事宜 中国官员表示 前往乌兹别克将会凸显习近平的目标 那就是与非美国盟友的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安全关系 作为抵御西方遏制中国的努力之一 上海合作组织是由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 于2001年建立的地区安全集团 一些观察家将其描述为东方北约 上海合作组织于2017年扩大 增加了印度和巴基斯坦 而土耳其被列为对话伙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上个月底上河组织外长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重大变化的综合影响下 我们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和转型的新时期 中国愿与各方一道 加强团结互信 周五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告诉彭博社 习近平也计划参加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G20峰会 届时拜登和普京也将出席 那么现在北京又在G20峰会之前 安排了一场上河组织在乌兹别克的峰会 让习近平在与拜登会晤之前先与普京会面 这发出了一个信号 表明习近平致力于加强中俄关系 普京本周再次力挺习近平 他称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 是美国有计划彻底的挑衅 旨在制造混乱 北京方面则回应说 普京的讲话表明了中俄之间的高层战略协调 中俄两军本月晚些时候 还将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这是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 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另一个迹象 习近平乌兹别克之行 还可以帮助北京缓和与印度的紧张关系 中印两国最近一直陷入喜马拉雅边境的长期争端中 印度也希望对抗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中印两国政府本月就一艘中国军舰 在斯伊兰卡的停靠问题争吵不休 我们节目之前也有所报道 新德里担心这次停靠 是北京利用斯伊兰卡作为印度洋军事活动基地的潜在征兆 一直要求斯伊兰卡拒绝中国的停靠 但最终斯伊兰卡还是同意了 自疫情爆发以来 习近平与全球领导人的大多数会晤 都是以视频和电话方式进行的 而且除了香港之外 习近平也没有踏出过中国大陆的边境 所以这一次9月的乌兹别克之行将会备受瞩目 而且一些中国官员和外交政策专家表示 习近平疫情以来的首次国际旅行 可能意味着中国放宽防疫规定 更多恢复国际商务旅行 那么再说到11月的G20峰会也很关键 这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台湾紧张局势加剧以来的首次全球峰会 除了习近平会与普京和拜登当面见到之外 人们也伸长脖子准备看普京和拜登是否会面对面 华盛顿曾经呼吁G20取消俄罗斯的成员资格 并且撤回对普京的邀请 但是左科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交战国之间的调停人 左科本周说这两个国家都已经接受印尼作为和平的桥梁 他说大国之间的竞争确实令人担忧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 每位领导人都有他们自己处理问题的方法 印尼希望与所有人都成为朋友 从而获得投资获得更能够改变社会的技术 此外也有报道暗示 拜登可能会另外单独与习近平会面 川普政府的前国家安全副顾问共和党人McFarland 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批评拜登备受期待的11月中国行 他在周五说 拜登将精心策划这次政治出访 并视其为一次伟大的外交转变 McFarland说如果拜登是一个傻瓜 那他就去 时机很重要 这不是关于美国大选 而是关于中国大选 习近平在10月将出任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 他还想在任期中收回台湾 因此McFarland说 在这种情况下 拜登去北京就是朝拜 他说现在拜登把这视为一次伟大的外交转变 两位伟大的领导人可以互相交谈 而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所看到的 却是一位美国总统向新当选的中国皇帝鞠躬之意 除了拜登想见习近平之外 美国的盟友日本今天也表示 也想见习近平 日本的日经商业日报周五援引日本外相林吉正的话说 日本将会考虑举行首相岸田文雄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 长期以来 中日关系一直受到领土争端 日军侵华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困扰 日本媒体报道 中日峰会希望采取面对面的会谈 或是视频交谈的形式 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在今年秋天的某个时候 举行视频峰会 时间点也是今年秋天 可以说今年真的是一个多事之秋 那么刚刚说到台湾问题 台湾国防部表示 中国继续在台湾岛附近开展军事活动 周五发现有17架中国飞机和6艘中国船只 在台湾附近活动 其中8架飞机飞越了台海中线 在这样的背景下 周四晚间 台湾总统蔡英文慰问了台湾海军 感谢他们面对中国数日的军演所做的努力 称他们面临的压力是难以形容 蔡英文周四晚间访问台湾东北海岸的苏澳海军基地时 对台湾海军说 完成任务一定很困难 面对中国在台湾领海外的骚扰和挑衅 更需要时刻关注敌舰动态 压力之大难以形容 他赞扬台湾军队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勇气 冷静应对守护海上安全 蔡英文说 台湾就像一艘海军舰艇 虽然有时会遇到不可预测的风浪 但只要船上的人团结一致就能战胜一切 这是台湾人民的精神 也是海军官兵的精神 尽管中国的演习规模较本月的早些时候大幅减少 但是台湾持续报告中国战斗机和军舰在台湾附近活动 在蔡英文慰问海军的同一时间 台湾军方的中科院 18号晚间朝台湾东部海域试射了无限高飞弹 当时中国解放军一艘飞弹驱逐舰正在绿岛附近徘徊 接近中科院华舍的危险范围 而中国方面也在同一时间秀肌肉 央视军事18号在微博发布的影片显示 日前在东海地区中国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 在一次夜间的空战对抗训练中 突然发现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朝中国领空飞来 影片中称官兵立即转为一等战备 在空战机游训转战 在影片中中国飞行员以中文向对方表示 你已接近我的领空请立即离开 我们根据当时的机载设备和先应的技术手段 确定对方位置以后 立即飞过去 对对方进行驱离 之后我们在指定空域位置进行巡逻战战 下半月训练就是瞄准未来战场 提高飞行员的全时域作战能力 而从训练状态转入战斗飞行 更加的贴近了实战 可以第一时间对空中情况进行应对 影片作秀的成分比较明显 央视也没有说明是哪一个国家的飞机 接近了中国的领空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我们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我们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的含幕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我们下期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